44万元买来的奔驰新车 三年后突然发现左前轮内外装反了 仔细一瞧轮胎型号也不对 与4S店沟通未达成一致 车主遂将其告上法庭 12月17日北京分台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案件 原告表示 三年中驾驶该车时明显感觉油耗高且有异响 但基于对品牌的信任没有怀疑过汽车质量 也从未更换过轮胎轮辜 被告在销售时隐瞒该车存在轮胎轮辜更换的事实 是故意欺诈的行为 目前该车由于宁简未过无法上路 原告提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被告应当进行赔偿 第一 请求判定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人币 44万4500元 赔偿购车款三倍的赔偿金 人民币133万3500元 赔偿车辆购置税损失费 损失人民币 3万7991元 诉讼费有被告通关 庭审现场原告出示半证时车管所拍摄的照片 证明车辆在购买时就存在瑕疵 4S店则表示该车从报关检验到售出落地 包括前两次保养期间均显示正常 不认可存在欺诈的观点 这个行驶本是新车 我们把这个框拉镜带来 也是能看到这个左前轮和右前轮是不一致的 而且发文是反的 仅从这个照片来看 第一肉眼无法辨别 当时所有人 包括验车机构都没有 所车辆的问题 交接也都签收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按原告主张是一个明显的 肉眼就能辨别的问题的话 那不可能专业机构都辨别不出来 被告认为 不排除有原告方对车辆进行改动的可能 且原告拒绝他们提出的维修 并赠送两万元贷金券的关怀方案 导致该车被长期闲置 有故意扩大损失的嫌疑 将车辆放置在车库是沸通烂体 那这明显是原告自己故意扩大损失 它不是一个重大的导致车 根本就是使用的一个 我试问一下 这个车给到你 你能正常使用吗 我的意思是我们给您更换 那个轮胎关怀方案的情况下 继续用 那关怀方案是基于什么基础 我44万我买一个 你关怀我的方案吗 当天原被告双方进行多轮举证并辩论 由于案件较为复杂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